这几个咱们来说一下巡游车的价格和设备 虽然咱们考试是网约车 但是巡游车咱们也要知道 因为是同学套提供 看第一题 巡游出租汽车运驾标准是由什么确定的 是由政府来确定的 巡游车政府定 而网约车呢 就像滴滴 他们这样比较灵活定价了 第二题 出租汽车运驾和油价联动机制 应当根据什么设置启动点 当然是油了 根据成品油的价格水平 第三题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根据什么等因素 及时调整承包费标准或者定额任务 这里是经营成本和运价变化 第四题 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程序 包括下列哪些选项 是A 成本测算 C 是听取收意见 D 是报价格主管部门批准 没有B 没有说经交通主管部门 审查因为是交通的管交通价格的管价格 现在说的是运价调整 当然是贵价格 没有交通的事 第五题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以下哪些做法是错误的 错误的有A 计程机家设备发生故障时继续营运 C 如果乘客目的地在机架里程范围内 可以不使用机架设备 直接收取车费 这也不行的 B 乘客支付车费后 可以不交付出租汽车发票 这都是错误的 而B 是路桥通缘费由乘客承担 这个是正确的 六 出租汽车运营的间接成本 这个间接就是离车比较远 而直接就是跟车有关的 所以这个间接成本是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第七题 出租汽车运营直接成本 这个直接成本就是跟车有关的 比如说车辆的折旧 燃料的费用 第八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因车辆或驾驶员原因 造成车辆停驶的 这应当是暂停击费 第九题 运营结束后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允许停车路段 按乘各目的地就近靠边停车 并终止击费 第十题比较容易错 咱们看 说驾驶员应当按照既租汽车设备 显示金额及相关规定收费 并出去什么 出去有效车费票区 这个击大小票 咱们可以这么记 有效的 但不一定是击大的 有效车飞票区 可能包括几大小票 这题是单元题 那就选有效 OK 这是做题技巧 十一题 巡游出租汽车 计程机架设备的周期减定 OK 这是设备减定 设备应该归谁管的 归质尖 就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十二 巡游车运营后客时 竖起空车带租标志 计程机架设备出于 出于空车状态 十三题 问 车辆出于租用状态 是什么车呢 是重车 十四 这是一个细节 汽车到达目的地之后 乘客未付清车费钱 不要 不要 控车带租标志 避免发生纠纷 就是让乘客也看清 到底 我这个跑了多少公里 多少分钟 多少钱 十五 巡游出租汽车 计程机架设备 显示的车费不包括 不包括路桥的通行费 因为是 可能是计程 计时 计程加计时 十六 出租汽车驾驶原因 车辆维修 交集班 处理个人事情等原因 不能正常载客 是正确的做法 这个正确的做法 就是使用暂停运营标志 十七 计较器的周期检定 有哪个顾问负责 就是设备 规制检 也就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十八 出租汽车驾驶员 压压空车带租标志 启用计较器的时间 应该是 乘客上车 车辆起步后 十九 当乘客上车后 起步后 出租汽车驾驶员 应压压空车带租标志 计较器处于乘车状态 也就是 开始计较了 二十 出租汽车电招服务 无法直接实现 下令哪个 哪项功能呢 就是减少乘客的打车费用 OK 这个题咱们做一遍 就记住了 二十一 计较器主要由什么部门组成 是计量组件和税控组件 二十二 出租汽车机费常用术语 叫实据并计 就是重车使用时 按照行驶时间 时和里程同时击费 时据并计 二十三 说电招出租汽车 属于什么范畴 属于车辆调度范畴 目的就是合理分配 路网中的出租车 有效降低空时率 满足人民群众 约车要求 是车辆调度 出租车驾驶员 应当按照什么 向乘客收取费用 当然是计较器的显示金额 二十五 到达目的地后 出租汽车驾驶员 应当首先是什么 首先按一下 计较器的暂停键 暂停机费 二十六 计较器显示的车费 不包括路桥的通行费 二十七 问在运营过程中 发现计较器有故障 应该什么 应该是暂停运营 将计较器送往游 计较器维修自治的部门 维修 二十八 出现什么情况 驾驶员可以使用 暂停运营标志 比方说交际班 比方说车辆出现故障 需要减修 二十九 OK 这个咱们记住就可以了 计较器的显示屏 至少包括这四个全有 金额屏 单价屏 计程屏 计时屏 二十九 驾驶员用下领 哪也进行的 乘客可以拒付车费 有ABC三项 A不使用计较器 或者不按计较器 显示金额收取车费 B不给费 专用发票 C 计较理程内因车辆 或驾驶员原因 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 这三个 三十一 以下哪里做法是错误的 OK 问的是错误的 错误的是 如果乘客目的地 在计较理程范围内 可以不使用计较器 直接收取车费 这是不可以的 D 乘客支付车费后 可以不交付汽车发票 所以这两个是错误的 OK